台電公司幾年前 開用台南閹餐更電場 今年跟電化財新團隊 共同搭著收走 零零充電圖林系統 也已經正式開用 基本未來可以提升電力系統的穩定性 如果對著突發電力自驗 也可以馬上提供並穩定供應 這幾年來 年環保是地球發展 為了要穩定再來電力的供應 台電公司是跟零零合財新公司來合作 在淹淹餐來拍攝 全台最大更電來結合零零的燭林系統 已經是在各位幾遍更精神 正式開用 就在本時代告知 其實這個地方 人文 這個地方 自然生態環境 可以說 非常特殊 也非常多元 這個地方 它的特殊環境就是日照時間長 所以它非常適合發展所謂的太陽光電 早期這個地方 里長我們這個地方都做什麼 炭鹽啦 氣溫啦 但是整個的產業的改變 所以這個地方 變成是發展再生能源 非常好的一個基地 因為昨年系統是有快速重電跟放電力性 可以穩定來調節 也可以跟機器合作配搭 來提升系統的穩定 未來如果是遇到速度 可以第一時間來提供穩定的電力 再生能源是一個相對比較不穩定的能源 為了讓更多的再生能源 加入到電力系統 所以我們必須要提供一些穩定的措施 跟設備進來 讓整個電力系統穩定 這個最好的方式就是除能的系統 因為除能系統的反應時間 大概是一秒鐘就可以反應出來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在台南光電園區這個地方 我們發展了150MW的 這樣大量的再生能源 我們就是在這裡也相對建置了 20MW的除能系統 就是把太陽光電的不穩定 在這裡可以做一個很完整的 做一個平滑化的處理 讓整個電網是穩定的 希望這條發展再生能源 可以減過影響環境跟穩定共電 讓我們一度電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益 也能夠達到影響發展的目標 繼續中會獎金区採訪報的